Hello 我是成功 在私募机构做量化模型研究 在这里给您分享投资干货机构思维 下面就如实战学习 A股高位放量是见顶还是要加速 今天咱们A股的上涨是超越期了 那么今天在大盘放量突破以后 我看到有一些媒体 出来这样的观点 市场有可能要见顶了 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个人看来 加速的概率更大一点 我们下面进行一个逻辑的分析 好 我们打开上阵指数 很显然比咱们预期的要强了 上阵指数3200点 只是一个叙事 它没有回踩中轨 直接今天放量突破了 而且两市的称交量突破了11000亿 前期的称交密集区高位放量 而且处在下跌的趋势中 所以很容易给人误判为是见顶的 那么我在这个位置判断它是加速的概率比较大 是处于什么样一个逻辑呢 我们先从基本面分析一下 咱们先说内容 其实内容基本来说呢 是利好偏多的 政策利好的叠加效应已经显现 而且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这是咱们内容看多的理由 万英其实是利空偏多的 但是利空该放的基本已经放了 而且还有一些利好的出现 咱们打开消息面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老拜正在研究取消 不分商品的关税 虽然不是主动取消 而是被动取消 但是也算是一个利好呀 他通胀高企 他受不了了 也侧面证明了 2018年老特跟咱们中国打的这场贸易战 最终是咱们取胜了 所以再一次警告了老美啊 想通过贸易战啊 金融战啊等等 去打压咱们中国的 没戏 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经济日报稳妥推进中小银行合并充足 所以我们看到了啊 今天银行股出现了一个低位的放量 好我们看一下银行 这个放量是在低位的 低位放量后期看涨 如果说中小银行进行一个充足 对于银行板块来说 其实估值还是比较低的啊 虽然呢要支持实体经济 对他的业绩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他已经跌下来了 估值也处在历史低位 又有这个重组预期的情况下 至少来一个反弹是可以的吧 如果银行反弹 大盘是不是就能涨呀 这是咱们看多A股的一个逻辑啊 好咱们再看一下券商板块嘛 券商板块也是啊 一波大幅下跌以后呢 在低位连续的叙事以后 今天终于放量突破了中轨 这不是要相伤变盘的迹象吗 那之前都是在中轨往下 中轨就往下了 但是要记住一点啊 跌到位了 就是昌州期到位了 他就要突破了 他不会一直都是往下变盘的 总有一次会往上变盘的 所以金融板块如果要涨 哎股东跌得下来吗 好我们再看一下保险 保险虽然业绩对吧 降低了 但是这波呢 从2756点跌到了1408点 这个跌幅也够了 所以这个位置叙事以后 谈一下超跌反弹 也还是可以的 最少了这波反弹 去挑战一下上轨 是有希望的 如果三大金融板块 都能气温反弹 上阵指数能跌得下来吗 好我们再回到消息面 A股走出了牛式的感觉 基金上涨上热收了 有券商再喊4000点 我认为4000点肯定是可以到的 而且会突破 但是这有个时间问题 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整个节奏啊 各位观众们呀 现在看多的声音呢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 其实这波行情 踏空的投资者也特别多 所以做投资 不能简单的从技术面分析 一定要结合政策 结合宏观 天然道理 丁云英说过一句话 做投资 不光是要学习政治经济学 还要学习市场经济学 股市要为改革流出一条路 同时还要了解改革的阵痛 说的非常经典 那么我们现在改革的阵痛是什么呀 外有俄务的冲突 老美的打压 内有经济下行的压力 和疫情带来的更多的挑战 怎么去保证 今年的经济目标 5.5%呢 刺激消费 让企业能活下来 只要能活下来 在疫情豪转以后 这个就业率呢 就能上来 只要能做到呢 需要什么呢 就是需要股市涨起来 老百姓有了钱了 需刺激经济 刺激消费 经济好了 就业率就会上来 企业也可以在股市融到钱 老百姓赚到钱了 企业也好融资了 国家也解决了 经济转型中遇到的众多的问题 所以现在股市的上涨 就是小到老百姓 大到经济 国家需要股市上涨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不能掉在 基础面的陷阱里面 一定要从宏观的角度 去考虑投资这个问题 好 咱们再看下面的消息 消息还是比较多 简重点看吧 罕见逼空行经 大涨原因又找到了 比亚迪这波行情 能不能赶超宁王呢 咱们先看一下宁德时代啊 这是他的周线 咱们看到日线 好 我们看到日线了啊 现在宁德时代呢 估值是181.9倍 市值是 总市值啊 10862亿 那这波反弹很显然 它是不积比亚迪的 为什么不积比亚迪呢 那是有逻辑的 因为宁德时代呢 它是以电池为主 如果下游的原材料上涨 那么宁德时代 它的毛利率就会降低 咱们从基本面看一下嘛 大家看到了吗 宁德时代呢 毛利率是 其实是降低的嘛 毛利率降低 意味着营利能力降低了嘛 好 我们再看一下比亚迪啊 比亚迪目前的估值是 286.5倍 总市值 9264亿 其实立冥王是 一步之遥 而且我认为 会超越冥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比亚迪 有下游的新能源车 而且它燃油车 已经是不审产了 新能源车 连续三个月突破10万 大幅的阵仗 而且比亚迪 在全球的销售量 未来是有希望 超过特斯拉的 所以市场给出 这么高的估值 还这么强势的上涨 它是有内部逻辑的 而且比亚迪的 刀片电池 它的出货量 也是有希望 赶超宁德时代的 但是目前已经是 接近前期高点了 可是不能追了啊 所以比亚迪 这样子的龙头啊 每一次下跌是机会 记住预点 好品种 也要买在它的提倡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伊维利能啊 其实伊维利能 这波反弹也不错啊 也打到上方的连线了 你看之前上升趋势 基本 打到连线 它就起来了嘛 那现在是下跌趋势啊 那么打到连线 是不是就压力了 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那这波 伊维利能 伊维利能 走得这么强 其实主要也是源于 它一季度的业绩是降低了 但是预期后期 业绩是会好转的 就是因为锂电池的这个浮动定价的这个利好 有可能给业绩带来不错的一个增长 炒股炒的不就是预期吗 预期能好了就可以了 提前就炒起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干分离啊 干分离可就是上游的李资源啊 李矿的龙头 今天放量大涨 其实啊 咱们在6月1号的时候啊 在文章里是有点评的 那之前呢 建底以后也有点评 因为干分离院呢 咱们是反复跟踪 不断的解读的一个品种 12.9倍的估值 远远的低于历史的均值 我们看一下干分离的业绩就知道了啊 我们看到了他的业绩啊 这个真说是大幅的一个提升啊 就是因为李矿价格的上升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毛利率嘛 家人们看到了吗 毛利率也是持续的大幅的上涨 那他总资产的报酬率肯定是提升的嘛 盈利能力肯定是提升的嘛 我们再看到未来的增长性啊 美股收益 你看去年才3块7毛3 今年一下增到美股收益啊 9块2 23年11块3毛8 24年13块9毛7 虽然今年大幅增长 但是明年依然可以保证增长呀 就是因为整个新能源进入了上升期 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销量来说呢 是有保障的 因为燃油车整个是要淘汰掉的 如果全部用新能源车 那么对上游的李矿资源需求肯定是打针的呀 所以对于盖分离啊 今天的放量这个大阳线 是属于咱们认知范围内的收益 130年 前期高点 年限会有一些压力 但我认为突破的概率比较大 它是直接突破 还是回踩一下突破 总归就是向上的 那成功呢 给到大家的还是逻辑啊 咱们所有的案例模型分析 仅供学习 不够整 投资建议 认为成功的视频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啊 感恩长按三秒来个强烈的点赞 好 这个消息面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 咱们就点评这么多吧 好 咱们再回到咱们的上阵指数啊 刚才咱们是要给大家解读 为什么这一次我是看要加速 这样一个逻辑 咱们从基本面分析了 确实是有看多的理由 加速的概率比较大 其中一个呢 是 金融三间客 哎 有奇稳的记下 还有就是 强势的像 锂矿资源 这样一些品种 虽然到达压力位了 但是他依然保持强势 而且 市场的做多 是有资金流入的 不管是内子 还是外子 是流入为主的 是实实在在在加仓的 小散的 买入思维呢 哎 是要 他调下来 买的低 而机构的买入思维呢 他是研究的是政策 货币政策是宽松的 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利空该释放的 释放的 后期 依然是看涨的 基本每天就是以买为主了 因为他的资金体量比较大 所以每一次的下跌 就冲了大资金建仓的机会 他就出现一个低开高走 所以这波反弹出现的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 都是在外盘大跌后 或者是出现利空的情况下 咱们出现的低开高走 都反映了机构啊 真的是在买买买的 所以上阵指数 这一次突破3200点 咱们可以看到他3300点 龙线的压力 一步一步看 3300点如果突破了 再看3400点 而3400点的压力呢 就比较大了 因为龙线是下跌的情况下 突破龙线以后 反而容易出现下跌了 所以这波如果要加速一下 有可能挑战3400点 但是加速完了以后 一旦走弱 出现了高位的 冲高方量的阴线 就真的要调一下了 而且这波的上涨呀 它是分化的行情啊 不是普涨 很多的品种 其实是没有涨的 上涨的主要是新能源 汽车 光伏等等一类的 咱们一定要把握到这个主线 这是指数方面 咱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就是咱们之前看好 但是涨幅不大的 医疗保洁板块 今天也形成了一个突破中轨了 之前在中轨就下来了 我想后期最少的来个部涨 可以挑战一下上轨或者是龙线 所以现在的节奏呢 就非常清晰了 新能源这个大赛道的 吃骨带长为主 不能追了 医疗保健 这个赛道的 刚刚低位冒头 后期有部长的要求 吃骨带长 或小数加仓也可以 金融三间客也有低位 齐勿的要求 有反弹一下的迹象 这些去反映到大盘指数上面 很有可能会走一个加速的行情 但是加速以后就不能再走弱了 一旦走弱就是卖点 好 认通成功 判断逻辑的啊 记得长按三秒 来个强烈的点赞 好 这一天